第一天晚上到了 让孙颖莎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饭吃吗 马龙告诉他24小时都有 他挺高兴 有饭吃吗 孙颖莎到奥运村的第一句话 就把所有人逗乐了 当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2021年5月中旬 公布最终奥运名单时 作为00后的孙颖莎 取代2019年世平赛冠军刘诗文 获得单打资格 引发过广泛的争议 如果没有疫情 孙颖莎的奥运首秀 会提前到东京上演吗 没有如果 事实就是孙颖莎依靠过去一年的强颜表现 以及对伊藤美城出色的战绩 挤掉了经验丰富 但受到伤病困扰的刘诗文 而他在场上的霸气表现和场下的奶萌 已经成为网友心目中 中国乒乓球队的新团宠 孙颖莎这第一次奥运之旅 虽然与女单冠军擦肩而过 但是他在拿到团体冠军的同时 还以两连胜的战绩 打败了日本头号选手伊藤美城 收获了大量的人气 这一趟对他真的太值了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比赛 你会选择哪个词 过瘾 本期视频 体坛大魔王就来介绍这位外号纸腾片的乒乓小将孙颖莎 欢迎订阅、点赞和留言 能在人才济济的国平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 孙颖莎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过来 孙颖莎家里并没有人从事过专业的体育运动 5岁时他被父母送到石家庄市 和平西路小学 开始练习乒乓球 10岁时 孙颖莎进入河北省队 当时不过是一个 仅比球台高一点的小个子 但却已经将目标 放在大满贯德主张仪宁的身上 希望自己可以像张仪宁一样 成为世界冠军 尽管身高不足 但孙颖莎的技术功底打得很好 球风以凶狠著称 孙颖莎的基本功扎实 在场上能跑能拼 平时训练认真刻苦特别用心 领悟能力很强 教练给他点出来的动作细微之处 他总能迅速理解 然后在实战中体现出来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孙颖莎也在不断弥补力量上的差距和丰富进攻手段 从而迅速成长起来 14岁时 孙颖莎就获得全国少年锦标赛女单冠军 同年9月进入国家二队 2017年1月 16岁的孙颖莎通过一二队交流赛脱颖而出 跻身国家一队 并且在日本公开赛中一战成名 拿到单双打两个冠军 打法犀利 场上作风硬朗的孙颖莎 被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被赋予了小魔王的称号 2018年 孙颖莎在清澳会上 拿下女单和团体两枚金牌 同年的亚运会合拳锦赛混双夺冠 2019年 孙颖莎有了更多锻炼的机会 不达佩斯士兵赛 双打夺冠 单打击败伊藤美成 完成阻击头号对手的任务 下半年的亚锦赛 孙颖莎登上女单冠军的领奖台 世界杯团体赛决赛 他又战胜伊藤美成帮助中国女队夺冠 年纪轻轻的孙颖莎 一直默默地在为踏上东京奥运的赛场积蓄力量 在很多球迷看来 孙颖莎应该是国平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 储备的主力选手 现在却提前搭上了东京奥运的班车 并且还出战女单 实属意料之外 应该说 疫情导致奥运延期 确实让孙颖莎受益 毕竟如果东京奥运在2020年夏天进行 孙颖莎未必有机会 但现实就是 孙颖莎在延期的这一年里 真正抓住了机会 而机会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20年初 孙颖莎的成绩并没有在2019年那样亮眼 直通赛2比4不敌朱宇玲 德国赛4分之1决赛 3比4输给王曼宇 卡塔尔赛8分之1决赛0比4不敌陈幸彤 在进入疫情期间的集训时 孙颖莎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但是奥运延期 让她有了更多的训练时间 在综合实力上有了明显提高 在体能方面也有所提升 到8月国平举办奥运模拟赛时 孙颖莎犹如猛虎出笼一般 不可阻挡 近半年没有比赛 孙颖莎一名惊人获得女单 混双和女团三项冠军 三个冠军 就是体现自己的训练成果 非常有收获 孙颖莎的奥运备战状态相当之好 甚至就是把模拟赛 直接当成真正的奥运会打 尽管只是一场对内比赛 但模拟赛开疫情时代 国内赛是知先河的影响力 几乎可以比你往年的任何一次世界大赛 孙颖莎说 我完全是把模拟赛 当成真正的奥运会去备战的 心态方面也是这样去准备 携三冠之余威 孙颖莎参加了全国锦标赛 四线作战的她再一次打进了全部决赛 不过这一次 她只收获了一枚团体金牌 其余三个单项都遗憾地屈居亚军 不过在整个全锦赛的过程中 恰恰是在团队中的角色 成为孙颖莎最大的亮点 回到省队面对更年轻的队友 孙颖莎学会了担当责任 这对于未来要在大赛上为国征战的她来说 是与修炼技术一样重要的事情 在她好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在提醒她 就是千万不要感觉自己还是小孩 千万不要 我有时候老拿张艺莲给她举的例子 她的目标很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个人目标 到底你要干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她因为条件确实比较好 我觉得她特别像张艺莲 她现在也有点这种事情 你看她打到国家队 我觉得非常轻松 大家你可以回一回 王满宇打了三次 才打到了国家一队 她随便打到我看就打上来 而且她一打一出手就是冠军 两次在国内赛场闪光后 孙颖莎还需要一个国际赛事的冠军 来证明自己 接下来的世界杯和总决赛 孙颖莎两次在决赛中赋予陈梦屈居亚军 不过世界杯接连击败石川嘉纯和伊藤美成 为她加分不少 而全年最后一项国际赛事WTT赛 孙颖莎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以一个冠军结束2020年 奠定了拿到东京奥运参赛门票的基础 而女拼主教练李笋 在解析为何孙颖莎能入围奥运名单时 谈到她的一大优势所在 简明恶要地说 就是能打伊藤美成 这给孙颖莎进军奥运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孙颖莎和伊藤美成都是2000年出生 孙颖莎甚至还小14天 他们之间的竞争 肯定会是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女子拼谈最受关注的焦点 伊藤美成的崛起 也迫使中国女拼有了改变奥运阵容的想法 推动新老交替 自初到起 伊藤美成就来势汹汹 2018年就先后击败过丁宁 刘诗文和朱宇玲 但孙颖莎对付她似乎很有办法 2019年 是拼赛女单32进16的比赛 孙颖莎以4比1击败伊藤美成 让原本喊出夺冠口号的伊藤泪洒赛场 2019年团体世界杯决赛 孙颖莎实现对伊藤的逆转 帮助中国队拿下冠军 2020年女拼世界杯 孙颖莎又在半决赛成功阻击伊藤 在中日两位00后小将的较量中 孙颖莎基本上都笑到最后 伊藤无疑是中国队在东京奥运会 夺金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让孙颖莎去捉她也无可厚非 面对外战 尤其是面对伊藤美成这样的强敌 孙颖莎所肩负的责任无言自明 她说 当遇到困难 哪怕是很困难的时候 中国队需要我赢 我就必须赢 这恐怕也是每次孙颖莎 在面对伊藤时 一直遵循的原则 就是没有退路 一定要赢下来 奥运参赛名单公布后 孙颖莎内心产生的压力 是难以避免的 她也深知自己拿到参赛资格的原因是什么 不过 在国评封闭期间举办的两场直通赛 和两场热身赛中 孙颖莎的表现都令人难称满意 最后一场热身赛 还败给了模仿伊藤美成的队友张瑞 令球迷们为她的东京奥运会征程 捏了一把汗 年轻队员背负上心理包袱 是最令教练组担心的地方 所以李笋一直在强调 要给孙颖莎减压 确实 没有奥运会经验是硬伤 但中国拼写主席刘国梁 对孙颖莎却充满信心 因为以国拼的历史数据来看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夺冠概率 比蝉联金牌概率更高 我觉得孙颖莎这个参加奥运会呢 主要还是自己这两年进步和实力的体现 因为奥运会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我们派的是综合能力最强的 因为孙颖莎这两年当中的排名 包括对外的战绩 还有他的年龄优势 他的冲击力 实现弯道超车后 孙颖莎首次参加奥运会就被委以重任 出战女单和女团两个项目 不过赛前再多的训练和热身 也比不了直接站上奥运赛场去感受氛围 毫无疑问 能不能阻击伊藤美成 扫清国拼夺冠的最大障碍 不仅关系到国拼东京奥运的最终成绩单 更关乎孙颖莎个人的发展前程 不出意料 女单比赛 孙颖莎与伊藤会师四强 这场万众瞩目的中日00后大战 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 一个干净利落的4比0 孙颖莎打得伊藤美成 毫无还手之力 球迷也赋予他杀气腾腾的新称号 孙颖莎说 我觉得每次和伊藤比赛 在场上都非常有乐趣 都很渴望赢下比赛 他从不惧怕与伊藤对垒 尽管决赛2比4 不敌陈梦无缘女单冠军 但在外战中过硬的表现 再加上爽朗的性格 让孙颖莎成为国拼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在场上 孙颖莎狠起来谁都怕 一点没有首次参加 奥运的菜鸟印记 显得非常成熟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自问 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都对他刮目相看 难担决赛时 孙颖莎坐在看台上 为马龙和樊振东助威 巴赫就坐在他的旁边 主席送给他一块 国际奥委会的手表 和一个新型的 奥运五环标志的徽章 让孙颖莎不亦乐乎 场外 孙颖莎更是招人喜欢 很多人都喜欢捏孙颖莎的脸 手感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我脸白 而且有肉 所以大家都喜欢捏一捏吧 孙颖莎完全不排斥 被别人捏 毕竟也不是谁都能当开心果的 连日本网友 也被他的可爱所倾倒 不过 孙颖莎长得很可爱 但打球时 却是个冷静的小魔王 团体赛 孙颖莎一局不丢 帮助中国队打进决赛 面对日本队 孙颖莎再次迎战伊藤美城 季女单半决赛4比0痛击对手后 孙颖莎又赢了一个3比1 这已经是她连续第六次 战胜伊藤美城 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二分 3比0击败日本 孙颖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被网友戏称为止腾片的她 坦然再次面对伊藤时 非常享受比赛 能够打败伊藤 孙颖莎就是国平女队永远的神 这枚奥运团体金牌 只是她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 市 sociais可以 2 coû Ricardo